接材管 铝接管 首先主张想要注意它这个对差点 这里有一个对差点 包含这个对差点 对差点跟对话点连接 好 再一次完成 我们接下来主张蒸汽管 跟接材管的配合 接材管的配合 我们主张方式这样子 这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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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另一夹 另一夹 这个完成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主张 接材管的配合 接材管的配合 这个装置前 我们首先是要拉出这个解材 接下来 供插跟主插 这个地方的配合 对位 插进去之后 这里有个手扣 把它搬过来 搬过来之后 然后再组装 这个接材管 接材管的圈 然后我们来组装 软板主权 把手主权跟地上主权 不然之前 我们先把这一截 先脱离过来一点 先组装这一截 这一截 这一截是供武 供武点 进行对差 对他这一截 把这一点拉起过来 对着这个点 进行 一推 然后把这个帮手搬过来 好 这样即可 然后我们来组装 软板主权 该直接组装了一个配合 首先我们来抓蒸汽管 蒸汽管链接 这个能够是活动的 活动之后我们把这个散开 拆进去后进行 顺时间方向旋转 直至您紧张开之后 放开 然后我们来装吸口 吸口的话 进行一时间旋转 然后之后 一时间旋转 好 下面我们来进行讲解的加速过程 首先我们一时间旋转 把重水盖取开 取开之后 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固定网 然后我们加锁 加锁的时候 我们直至 最大只能 只能是在这个水位的最满的位置 像这里是最满的位置 我们朝过这个 朝过这个线 加了之后我们把重水盖 顺时把它全转 在旋转 当我们正式开始工作的时候 需要进行解锁 就是这个开关 开始操作之前 我们要进行解锁 就是把这个推到另外一边 这个固定状态就可以进行解锁 解锁之后 这个按钮可以进行解锁 当我们不进行操作的时候 或者是回到操作的时候 需要把这个接锁开关 按键进行解锁 锁住之后 这个开关就暗门了 小灯的时候 它是处于暗门状态 但我开起来的时候 比如升级怎样 开起来的时候 然后一闪一闪一闪 变成 预测的它是有1分钟的预热时间 待1分钟之后 我们进行操作 好 这样子我们看到这个灯的票 就是养毛病已经预料完成了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真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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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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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 就是 一直 就是 是 我们 就是 就是 能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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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